中國新疆首府烏魯木齊一個火車站發生炸彈和遲刀襲擊事件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保證要採取果斷行動 有關官員說,襲擊者星期三晚上在烏魯木齊南站引爆一枚炸彈 並遲刀撼殺行人,造成三人死亡,79人受傷 中國官方《人民日報》星期四說三名死者當中包括兩名襲擊者 但報導中未有說明這個事件是否自殺式襲擊 在發生襲擊事件的同一天,習近平剛結束對新疆的視察 他表示要毫不鬆懈地打擊暴力與恐怖主義 新華社星期四援引習近平的話說,必須採取果斷措施 堅決將暴力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炎打下去 中國政府說,圍族穆斯林極端分子近幾個月以來製造一系列襲擊事件 針對中國政府持批評太賭人士說 當局對穆斯林宗教活動的限制 以及偏袒漢族人的偵察導致暴力發生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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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